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一款手機遊戲 是一款史詩級神話戰爭MMO手遊 LA 神之路雅典 現在這款遊戲已經開放了預約 現在只要大家是透過手機預約 就可以立即領取一款SSR的碳定座騎 完成商店預約會立即送十億的紙傳 和五百年秋為大家 而且現在參與預約還有機會拿到iPhone 14 Pro 又或者是PS5等等的實體好禮 好,那我們現在不要說太多 立即入遊戲看看吧 好啦,我們現在進到遊戲畫面 可以看到有四個不同的職業可以讓我們選擇 分別就是狂戰士 魔法師 弓箭手 還有最後一隻就是聖職 每一個職業都會有形象的瑜伽 可以讓大家看看我們玩下去會是怎樣的 他單是時裝的形象和天神的形象 已經是差超級之遠 所以大家如果是比較外貌協會 像我那樣的話 就記得不要只看戰裝 要看他的時裝和天神的形象 才決定你們要玩什麼職業 當然,同時你也要看職業上的編號 如果你是喜歡近戰的 那很明顯是狂戰士或者聖職 都會是一個很適合你的職業 但今次我又想玩弓箭手 不如我們就選弓箭手 我們平時打遊戲好像比較少是弓箭手 比較多是選魔法師 還是狂戰士 我們今次來試試不同的職業 我們進到遊戲畫面這裡 現在跟大家去打一下主線 這遊戲其實是非常容易上手的遊戲 因為它的新手印度全部都做得很好 不會說你玩到有一點覺得 我做了什麼 我是誰 我是哪裏 這種感覺 他的劇情商來說 都是挺豐富 大家當看故事這樣看都OK 而且一件事 我入到遊戲我覺得挺值得 就是他的3D模組 是做得比我想像中精緻的 你看到他的人物 或者是BOSS 怪物 這些模組 我覺得這個品質真的比我想像中高很多 而且那個打鬥感是很真實的 但你們不要看他的畫面很精緻 就以為這遊戲是很難 會不會很難打 我覺得他的戰鬥方式其實是簡單的 我覺得這遊戲的打鬥 是爽多過你會覺得他難 因為他很高速 是有點剪壓式的捏殺 而且他的吊裝度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 其實是比較賣爽多過賣難度 因為他變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以我這些速食玩家來說 其實我挺喜歡這種遊戲的模式 給大家看完主線的畫面之後 我們就到副本的位置 首先和大家玩出第一個副本 就是英雄塔 英雄塔 我們可以挑戰不同的BOSS 而英雄塔的特別之處 就是戰鬥內 會有三種不同的BUFF 可以自行獲取 而且我們也可以通關英雄塔 之後我們通到第十層 就可以解鎖英雄出戰的陣位 然後下一個副本 就和大家來到勇者試煉的環節 我覺得這個副本比較傾向一個經驗值的副本 它的玩法或者獎勵 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傷害越高 它的加成就會越多 所以如果大家在需要這個經驗值的時候 就記得要過來勇者試煉這裡 而最後一個和大家介紹的副本 就是法老寶庫 大家聽過名字都知道 這個又是一個販野的副本 在這個副本裡面 主要就是獲得一些裝備的破石 當你的裝備要升級的時候 你就會用得著 所以剛剛跟大家介紹的這三個副本 其實我都覺得是很必打的一個副本 特別是英雄塔 因為如果你想上陣多些不同的英雄的話 就基本上是一定要通關上去的 其實這些副本 只要你有保持著打壓主戰爛 然後升下英雄 我覺得都不算非常難打 基本上這隻手其實都已經是玩得完 原來我另一隻手是長的 都保持著空 但我看著它們是 剪顏色的 在它瘋狂獵殺的怪 超級之爽 好 簡單介紹完不同的副本玩法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過到 英雄召喚這個地方 我們打機當然是要過來 抽一抽卡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它這個英雄召喚裡面 有什麼英雄可以讓我們抽到 我們當然是看到SSR 這隻梅林看起來好像很漂亮 好像很正 傳說中最強大的魔法師 它招必殺技在兵之守護 恢復 它招必殺技是可以恢復生命的 然後它還可以幫我附加免疫控制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這些可以解狀態的技是不錯的 這隻好像也很帥 這隻是女武神之手 它可以累計造成604%主角傷害 我覺得這隻挺可以抽的 其實這兩隻我都有少想要 但其實我不是非常貪心的 我這個人很簡單 有SSR我就很開心 我們簡單看一看那些英雄 我們就馬上開始抽 看看我們這次第一個十抽 夢境女妖 它是一個普通的法師 成為夢境女妖之前 這隻是SSR 因為這隻遊戲十抽一定會有SSR 所以我就特別看了 這隻是蔡任 它是生活在這個海底世界的人魚公主 性格單純的 OK 竟然是性格單純的 我不是 但它後來就被這個黑暗力量侵蝕了 我覺得原來它算是一個好人 我還以為它是那些女妖的朋友 我看它這麼sassy 但第一個十抽就是SSR 我覺得不錯 這個進展不錯 大家 下一個十抽就是全SR 不要緊 我們再接再例 深海巨人 我發覺這遊戲也有很多海底 這遊戲 欸欸欸欸欸 這隻是海的 利斯亞 希臘神話中的半神英雄 我覺得這隻很可愛 而且我留意到它是有減速 還有可以運人 這隻SSR好像都非常好 繼續繼續繼續 邦野魔女 其實我想說它的SSR的角色 模組都做得很漂亮 其實它不是只有SSR很漂亮 它是連SR都很漂亮 喔唷 喔唷 大隻佬喔 它是一個擁有神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沒有神的神 喔沒有神的神 喔是酷啊 半神英雄來的 喔 但是它是一個長情男子來的 我一樣東西很欣賞就是 它大部分的角色其實都真的會有它的獨立故事 除了你抽一隻角色回來用之外 你是真的可以當故事這樣看 我覺得這東西是做得很細心的 欸這個是神燈來的 一隻SSR的神燈 它是這個大金字塔的魔法精靈 我是不是有三個願望 我想問一下 諸神黃昏之後陷入了沉睡 喔 神燈決定跟隨那個勇士去見識一下 OK 這隻神燈我覺得挺有趣 然後我們再抽最後一個十抽 荒野魔女 我發覺我跟荒野魔女是挺有緣的 OK 我們頭幾輪是不斷抽中海底的 我們現在是不斷抽中陸上的東西 這隻 哇這隻是梅林啊 一開始看那隻梅林啊 我覺得這隻是相對上一隻比較支撐向的魔法師 但是其他東西不說 它沒有了我 超級美 它完全是吃正了我喜歡的那一款 然後除了我剛才抽的一些英雄之外 其實我本身也有偷偷地抽到少少英雄那樣 那大家抽完英雄之後呢 其實可以過來英雄推薦這裡 因為呢其實它是有不同的推薦陣容給大家的 那我們按進來呢 就可以看到它有陣容的分析喔 那這些呢就是我一路玩下來 抽到的英雄 那可以看到呢 它會有陣容分析的喔 那蔡任呢 就會有這個護盾減傷 霉林呢 會有持續回復 配合精德的治療驅散呢 可以持續地生存絕地求生 那其實它有不同的陣型 它都會跟你說這個陣型是適合用在什麼地方 什麼的副本那裏 所以如果大家抽到不同的英雄 而在陣型方面呢 又會有少少困難 到底應該怎樣配搭的話呢 那一方呢就可以直接過來這裡 等官方去引導你怎樣去玩這遊戲 而說到英雄的部分 今次AOA神之路 是有跟這個金光布袋器聯動的 所以它也有推出到港台澳的限定英雄 分別呢就是這隻黑白狼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不同的技能 它可以釋放陰陽之力 去提升我們一些攻擊力和暴擊率 還有另外一隻呢就是撞鏡人 這隻撞鏡人呢就是有一個範圍區域的傷害 可以造成632主角傷害 以及632的英雄傷害 我個人覺得這兩隻的聯動角呢 其實能力是非常之厲害 就是它們不只是看得 它們本身自己都好打得 大家我們現在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馬上帶這兩隻角色上場打一打 它這隻黑白狼軍 其實我覺得真的挺厲害 因為它不單是加攻擊力 它還會有減傷 它同時有得保護我 我知道它也同時有得加Buff給我 無論它們作為一隻支撞鏡人 還是作為一隻主戰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派上用場 那這隻狗技眼見家不用說 它本身招技已經很痛 而且它招技是範圍傷 打這些一波一波的 這樣衝過來的怪 是清得超級爽快 好啦 剛剛才試用完不同的角色去戰鬥 接下來當然是來看看 時裝的部分 OK 那我們這隻主角呢 其實就會有不同的時裝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的時裝是做得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模組真的 做得很精緻 我覺得它這隻在細節方面的位置 都是有些不少的功夫 而且它真的非常明白我們玩家想看什麼 大家看看時裝的款式就知道了 非常了解玩家的一個廠商 而且它的時裝 不是只能看得到 還要打得到 因為它不同的時裝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主題技能 所以它的時裝 就真的不是只有美 它還有不同的功能 可以讓大家玩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而大家記不記得一開始 我跟大家說到 我們參加手機預約 就可以獲得一隻SSR的座騎 就是這隻上古聖鳥 我個人覺得它這隻 是很有神話中的神獸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隻又是非常值得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 是真的對這隻遊戲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參加它的預約 因為沒有理由不去拿這些獎勵 但當然 除了這隻預約送給大家的SSR座騎 其實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座騎和預翼 那各位除了拿這隻預約送的座騎之外 都可以去慢慢解鎖一下不同的座騎 體驗一下騎著不同的神獸的體驗 去到最後就和大家看公會的功能 公會到底有什麼玩呢 其實它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 是有死亡森林 騎士團祝福 天神騎士團等等 這個其實是解鎖了更多不同的玩法給大家 而同時它也會有不同的公會限時活動 每一天其實它也會有限時的 可能戰盟溝火 這個活動可以一起和公會成員 打走炎寬 然後拿大量的經驗 當然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它每一天也會有限時的溝火BOSS 可以和公會成員一起打BOSS 就會有大量的獎勵 好了各位 今次的介紹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其實不知不覺 都玩了這隻遊戲好久 我想說這條影片錄了超級久 因為它真的有太多東西可以玩 我覺得無論是它的場景還是玩法 其實真的非常豐富 而同時這隻遊戲 因為它也是主打古神話的MMO 我覺得它真的很讓我感受到 古神話戰鬥的氛圍 我個人來說是覺得整件事是挺熱血的 而且在組隊方面 因為它有幾十個神級的英雄 所以變相了 其實我們在組隊上的靈活性 都是很大的 而且它也有很多很多元的PVP 又或者PVE的副本 如果大家喜歡那些剪刀式獵殺的快感 我覺得你們是會很喜歡這些副本的 而且它現在開箱 除了有很多福利 預約送SSR做期 每人送10億鑽石 還有500抽之外 現在還會跟金光暴代器做聯動 有限定港台奧英雄 我自己都很期待 它正式開始攻測的時候 大家一起玩 好了 今次的AOA神之路 Adena的介紹都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連結我已經放在下面info box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是阿游 如果想體驗剪刀式的獵殺快感 就快點預約2023年史詩級神話戰爭的 MMO手遊AOA神之路 立即預約AOA神之路 就會送你SSR的限定座騎上股聖料 商店預約還會每人送10億鑽石 是10億鑽石 除此之外 更加會有機會博得iPhone14 Pro 又或者PS5等等好禮 眾神之路火力全開 快點來AOA神之路一起戰鬥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